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二次曲线双曲线 单元是双曲线图形的平移与伸缩 我是张淑娟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平移的概念 将双曲线A平方分至S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的图形 右移H上移K之后 会变成怎么样的图形呢 这时候事实上跟椭圆一样 也就是说它的中心会由圆点00平移到点HK 那我们这边设定HK都是大于0 我们可以用图形来看 先右移H 接下来再上移K 我们发现它的中心的确是从00平移到哪里呢 平移到H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上下形的双曲线 同样我们将A平方分之Y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的图形 右移H上移K之后 那同样的它的中心会由圆点00平移到HK 那我们也是用动画呈现给同学看一下 先右移H 接下来再上移K 我们发现很明显的它的中心确实由00平移到哪里呢 平移到HK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帮同学做一个总结 假设A大于0V大于0 而且H和K都是大于0 将双曲线A平方分之S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右移H上移K之后 可以得到A平方分之S-H过后的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Y-K过后的平方等于1 也就是它的中心从00跑到哪里呢 跑到HK 那同样上下形的话 双曲线A平方分之Y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S平方等于1 右移H上移K之后呢 可以得到A平方分之Y-K的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S-H过后的平方等于1 它也是中心从00跑到哪里呢 跑到HK 它的图形大小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们就将椭圆的标准是 中心在HK帮同学做个整理 也就是呢 中心在HK分成A平方分之S-H的平方 减掉V平方分之Y-K过后的平方等于1 以及A平方分之Y-K的平方 减掉B平方分之S-H的平方等于1 那我们来比较下它的图形 以及它AVC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左右形的双曲线 那这段长度是A 中心到交流点距是C 那我们以2A2V为长度画一个矩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AVC的位置是这样子的 那它的对角线呢 就是两条渐进线 那同样上下形的呢 我们一样可以找出它的A是这一段 C是中心到交点的距离 我们同样可以2A2V为长度画一个矩形 它的对角线呢 就是所谓的渐进线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不论是左右形还是上下形的双曲线 贯轴长都是2A 贡二轴长都是什么呢 都是2V 而左右形的交点呢 是中心往右C跟往左C 所以它的交点是H加CK和H-CK 而上下形呢 因为它是中心往上C跟往下C 所以它的交点是HK加C和HK-C 而左右形的渐进线斜率呢 跟上下形的渐进线斜率有所不同 左右形的渐进线斜率是正负A分之B 而上下形的渐进线斜率是正负B分之A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将双曲线γ四分之Y平方 减掉九分之S平方 右移三上移一后 平到新位置γ' 那我们求γ'的方程式 首先我们先将原来的双曲线画出来 接下来我们右移三再上移一 同学看出来了吗 这个它的中心是不是跑到 从00跑到哪里呢 跑到31 所以我们所求的方程式呢 就得到四分之Y-1括号的平方 减掉九分之S-3括号的平方等于1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已知双曲线的两交点为7E与-3E 灌轴长为6 事求此双曲线的方程式 首先我们依照题目的意思把图形画出来 它一个交点是F1 7E F2是-3E 好 因为交点是在7E跟-3E 所以呢 这两交点的终点就是什么呢 两交点的终点就是所谓的中心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中心是21 那这个当然是属于灌轴平斜轴 也就是所谓左右形的双曲线 接下来题目告诉我们什么呢 题目告诉我们灌轴长是6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所谓的2A等于6 所以A等于3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图 这段长度是指什么呢 这段长度是F1 F2的距离是1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2C等于10 所以C等于5 好到这里呢 稍微让同学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有了A 又有了C 请问同学要怎么求B呢 很好 B事实上就等于根号C平方减A平方 等于根号5平方减3平方等于4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求双曲线的方程式呢 我们现在有了中心 又有了AB 但是同学要特别注意的是 因为它是左右形的双曲线 所以它的方程式呢 我们是XS平方在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9分之S减2 括号的平方 减掉16分之Y减1的平方等于1 接下来我们来看伸缩的部分 如果双曲线GammaA平方分之S平方 减掉B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它的中心是圆点 如果将上面Gamma上的点 PS0Y0以圆点为中心伸缩两倍 这样得到的点是QS0 Q两倍的2S0、2Y0 这样所形成的图形仍然是一个双曲线吗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绿色的图形感觉上 好像仍然是一个双曲线 但是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双曲线呢 我们实际推导给同学看一下 好 因为PS0Y0满足A平方分之S平方 减掉B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所以它代入成立 接下来我们把它分子分母同乘四倍 就是得到2A挂号平方分之2S0挂号的平方 减掉2B挂号平方分之2Y0挂号的平方等于1 但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Q点2S0、2S0、2Y0在这个双曲线上 也就是告诉我们呢 所形成这个绿色的图形呢 就是双曲线 4A平方分之S平方 减掉4B平方分之Y平方等于1 也就是呢 这个新的双曲线 它的A跟B都变成原来的几倍呢 都变成原来的两倍 那我们这个呢 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例子 我们实际呢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看 那在举这个例子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整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提到说 这个图形以原点为中心伸缩T倍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双曲线 也就是说 它的A跟B同样都成T倍 那同样第二种呢 上下形的双曲线呢 我们以原点为中心伸缩T倍的话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双曲线 那它的A、B同样都成什么 同样都是成T倍 接下来我们看例题三 刚才讲过 我们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双曲线伽玛是 4分之s平方减9分之y平方等于1 那如果呢 我们将这个图形以原点为中心 水平方向伸长为两倍 则新图形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好我们先画图之后呢 我们先模拟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水平方向伸长为两倍 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什么呢 可以看出A由2变成多少 变成4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顶点是不是从20变到什么呢 变到40 所以我们新图形的方程式是变成什么呢 变成16分之s平方 减掉9分之y平方等于1 接下来我们看例题四 将双曲线9分之s平方 减掉16分之y平方等于1 以原点为中心水平方向伸长为三分之四倍 迁值方向压缩为二分之一倍 则新图形的方程式为何呢 首先我们先将它水平方向伸长为三分之四倍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形变成这样 那这时候呢 A变为三乘上三分之四等于四 所以它的方程式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16分之s平方 减掉16分之y平方等于1 接下来迁值方向压缩为二分之一倍 大家看到就变成这样绿色的图形了 这时候呢 B就变为四乘上二分之一等于2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新的方程式是16分之s平方 减掉四分之y平方等于1 接下来我们看例题五 那例题五事实上 这个双曲线原来的方程式是一样的 那它跟例题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例题四的话是先水平伸长再迁值压缩 现在例题五呢 反过来先迁值方向压缩为二分之一倍 水平方向伸长为三分之一倍 则新图形的方程式为何 同学在老师还没有讲之前可以先想想看 例题五得到的答案会不会跟例题四一样呢 好我们实际来做做看 我们先将它迁值方向压缩为二分之一倍 同学可以看一下图形 好这时候B变为四乘上二分之一等于二 所以就变成九分之s平方减掉四分之y平方等于一 接下来在水平方向伸长为三分之四倍 同学可以看一下图 就变成绿色这个图形 好这时候呢 A变为三乘上三分之四等于四 所以我们就得到十六分之s平方减掉四分之y平方等于一 这个单元主要是介绍双曲线图形的平移伸缩 透过双曲线的平移 我们可以得到双曲线中心在HK的标准式 透过双曲线图形的伸缩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图形的变化 希望同学回去仔细地思考 它的图形跟方程式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